老翠 那个钻粉活动怎么讲 钻粉活动 不但为这次的歌手会 给他们加油助威 另外加入钻粉以后 我们还有精致的礼品 精致的礼品 然后还有专属的群 然后以后你有什么福利 有什么东西 会优先在这种群里面 就怎么讲 就比如说我今天办个钻粉 然后呢 我会把你拉到我们一个钻粉群 拉到钻粉群 送一个精致的大数码 专属报纸 那办个钻粉要多少钱 我还不知道 好炸 搞不清楚钻粉多少钱 你把我蒙了 你把我都 多少钱 我都是开皇帝的 麻烦你去问一下 我都是开皇帝的 问一下 鬼屎 听说你是钻粉策划活动人 158吗 158 半个钻粉158 158怎么讲 是一个月 对 连续报约就是158 连续报约 对 那如果不是连续报约呢 你怎么可能不连续报约 比如我问清楚 因为如果我是消费者的话 我也问一下 你这样没有消费者的家人 你现在回 正面回答我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 我现在就想知道 一个钻粉 我不连续报约多少钱 也是有 感谢贼想老马的小老板 也是有 也是有 你为什么问我 我这点开了 看不就看到吗 你搞不清楚 我记得是 好好好 你现在不要说了 我现在就问你 那我现在158花了 我回报是什么 我们不讲回报 我们是互相的 因为大家喜欢你 给你办钻粉 那不喜欢我怎么 我们敢 人家不喜欢你 还要求他办钻粉 也对 行 然后 这首先建立的喜欢 其实我们会回馈 就是怎么说 我们会做一个 很精致的报纸 报纸送给大家 就我现在办一个 有个精致报纸 报纸多少钱 那就不是价格很亮了 我要算 我要知道 我现在要办 我肯定要知道 我的回报是什么 要告诉我 这个说不合适吧 那我要知道 你不告诉我 我办个屁 我才不办呢 报纸 你看那个东西好不好 你为什么要算价钱 你老是在算价钱 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现在那个报纸 我想知道 我花了158 那个报纸多少钱 100出头 100出头 真的假的 差不多 差不多 因为我们拿肯定更便宜一点 因为我们是平常做 就平常外面卖是100多 对 行 那我第二个月呢 我们说了 我们这是 你办赚本 我们要送个报纸 对吧 然后我们会 群里面会 后续的活动还在设计 你现在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第二个月呢 什么第二个月 第二个月我的回报呢 那我 我办了一个 我158 我花了 我有个报纸 那我第二个月 我还办 我没有报纸了 你是说后续 对 后续还在做 我们说活动先搞起来 先给一个报纸 我们现在 大概价值 反正小100的报纸 对 好这是一个 还有什么 初步的 然后后面 我们会有一些 福利待遇 什么福利 具体 比如说我打个 最基本的比方 比如说你发红包 谁发红包 比如说你 我 对 你以前不尽量的群里 发红包 可以我在群里面 定期的人 优先 优先在赚粉群里面 优先在赚粉群里面 发红包 具体发什么 时间段发 发多少 能不能告诉我 具体什么时间段 那你不就 对 你回答不上来 你就忽悠我 我们已经 你不要经常 我就问 我现在入群了 我什么时候知道 能领红包 能发红包 有没有 还是说 这都是后续的 我们说 就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就搞问题 这个人是搞推销的 不办 不办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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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类似于以后要举办什么 见面会 歌友会 你不可能 全国的观众全部来 见面会 你不可能 全国观众这么多粉丝 全部来 就是可能还有见面会 对啊 你又跟我说钱 不是 是可能是吧 你办办办嘛 你会不会办 我问你 你会不会办 你要不要办 还有什么 家人们现在问你要不要办 我知道了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你搞死人 我在活动在策划 我不能说 准备完 全部已经策划好了 就现在没策划好 是吧 我们初步的 正常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 因为我们第一个月 已经能解决了 我还有一个月时间 后续了 我急什么 行 好 我知道了 没有毛病啊 那你世界不能 都完全策划完整的 再放出来 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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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我这 反正我是不会办的 好吧 你这个活动策划很失败 走吧 我又是总负责人了 你很失败 行 你这个搞到我怎么办啊 你这讲的什么东西 都不具体 搞了半天一个报诊 红包不知道什么 发多少 什么活动 也没得具体 每个月发五百 每个月发五百 多少人领 多少人抢 那看进去多少人嘛 那两百个人的话 那我能分多少钱 我能抢多少 我能抢到吗 发五万 你付啊 你看看关键问题 不就来了吗 你又是这样子问我 福利活动待遇 这个东西是大家相互相承的 你不能说等价交换 我不是买卖东西啊 我不是商品啊 我们更多的是 家人的关怀和爱啊 行 好可以 我不喜欢你 你说你给我 你一手关怀和爱 我懂了 好吧 我搬啊 你去吧 关怀和爱 对 我喜欢你 我才搬 不是说你说我报准 你这个理论有问题 理论有问题 你这个你爸 我观众们 你现在就觉得 就观众们不可能是这样的 你在想 我喜欢你五六年的老粉 在乎你一个什么 喜欢你的红包 行 你讲的我认可 好吧 就怪他们只关心 刚才我讲的这句话 见面会你什么时候搞 行 我们能不能忧心参加 行吧 你称呼嘛 称呼好了就搞嘛 对嘛 好吧 尽快好吧 具体一点 落实一点 好吧 实惠一点 实在一点 好吧 不要存在任何虚假的 好吧 或者假大空的 看不见的 落地不了的 我只要搞不好 我只要搞不好 不会有俱俩 请 好 OK 嗯 好 游戏开始了 嗯 这个赚粉活动要搞起来 搞起来啊 赚粉活动要搞起来 我们肯定赚粉活动搞慢的 对吧 你规规矩矩的搞 你不要 不要 是吧 假大空搞不起来 你这个 对不对 实在一点 为什么要办 我现在就是代表你们 他们得先说服我 为什么我要办这个段 对吧 你搞得不好 我不办 我不办 你们都不要办 都不要办 除非让我心动 正在充电 不然都不要办 在我的网吧 可不可以请我吃顿饭 你这样 你现在 拿出你的手机 对着 视频 对着我 录下来 开录 请 网咖的老板 真皮网咖老板 给这位观众 去 来一份套餐 算我的 OK 录好了没有 就拿这个视频 给他看 好吧 直接去他办公室找他 把这个视频播放给他看 最贵的 最贵的点 最贵的点 算我的 只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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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搞个一百多份 送出去了 那不算我的 打断腿套餐 放心 绝对没问题 你把我这视频拿出去 绝对能要到饭吃 绝对能给你点套餐 好吧 我这个形容的 怎么有点不太好 要饭的 感谢大司马的大王星 他绝对会给的 你放心 放心 绝对不可能 打你好吧 怎么可能挨打 一碗饭吗 绝对没问题 就把我刚才视频 拿着找他去 每天可以重复吃吗 你当老板是傻瓜 他又不是傻瓜 你给他看嘛 不就是一份了 对不对 他们可能每天都给你去 送一份来 视频可以复制 没有用啊 你复制没有用啊 你把老板当傻瓜 真的是 他给了一份 你再去找他 你换个人找他 他还给啊 那他还能搞网吧 他关门算了 就直接关门 真的 每天换个网吧 请 可以 还是你套路身 你去了 员工说不认识我 真的假的 请 哪个网卡 那天我来会会他 我来请他吃 套餐 给他奶茶安排好 服务员说跟我不熟 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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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问了保家一样 不加倍 服务员不跟我面子 吃不了 不可能的 兄弟 绝对不可能 我相信 你拿着我的视频 我的这一张老脸 换一碗饭 还是能换到的 好吧 而且我都说了 算我的 又不是不买单 一碗饭都换不到吗 你说的我信不信呢 我肯定不信的 我知道你在逗我玩 经理说 以防人人都来 视频拿饭 不开这个头 我操 你重新录个视频 这位经理 请你给这位观众 这位水友 一碗饭 算我的 我买单 好吧 算我的 你给他 没事 不会开这个头 你给了他之后 第二个 你就不要给了 好吧 算我的 你给他 我真的就想请他吃晚饭 挂 挂 给个面子 给个面子 一碗饭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对不对 你们说对不对 大王 格局打开 这位经理 你格局要打开 你不然 你怎么能做经理呢 格局打开 真不行 你帮我把单买吧